在学期结束前的最后一天 班主任优子却告诉学生们 自己马上就会辞去老师的这份工作 可学生们得知后不但没有丝毫不舍 相反却手舞足蹈开始庆祝起来 在这喧闹的气氛下 优子老师表示走之前 我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告诉你们 大家都知道我是单亲妈妈 本来要和孩子的父亲结婚的 可就在结婚前我怀孕了 丈夫却被查出患有艾滋病 听到艾滋病这个词 原本吵闹的班级这才平静了下来 有学生甚至被吓得喘不上气 优子接着说 但好在我女儿并没有受到感染 为了让她能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下成长 于是我和孩子父亲决定不结婚 并且独自抚养女儿长大 而我也把自己所有的爱 都倾注在了女儿身上 看着女儿一天天快乐成长 虽然我很累但也十分幸福 但是这一切的美好 却在2月13日化为泡影 女儿在那一天被人杀害了 而凶手也正是班级里的两个学生 原来那天优子老师像往常一样 将女儿放在保健室里等待自己下班 没想到等幽子开完会回来接女儿的时候 却发现女儿死在了学校的游泳池里 失去心爱的女儿让幽子伤心不已 好像自己的心也随着女儿一同死去了 可警方最终判定女儿是失足掉入泳池溺水死亡 听到这里有的学生忍不住落泪 也有的学生事不关己毫不在乎 幽子继续说 女儿的死是我这个做母亲的失职 但那并不是意外 而是被这个班上的两个学生杀害的 此时同学们面面相取 但幽子并不打算公布杀人凶手的名字 这让凑热闹的同学们大胆失望 因为在未成年人保护法里 未满14岁的未成年人 即使杀人也不会受到法律制裁 所以幽子决定用自己的方法惩罚两个凶手 他告诉全班 其中一名凶手在学习上非常出类拔萃 只不过他有一个怪癖 那就是喜欢折磨小动物 还在自己建立的网站上发布了残忍的图片 尽管老师并未提及他的性命 但学生们的目光却齐刷刷地落在了小帅的身上 小帅从小父母就离婚了 他的妈妈是一位优秀的电子工程师 在他的童年里也从未拥有过任何玩具或童话 只有从妈妈那里学来的关于牛顿定律的东西 即使妈妈在一气小帅时 留下的也只有一大落的科学书籍 以及一句冷冰冰的道别 妈妈就这样离开了他 甚至没有回头看他一眼 在这悲伤的时刻 小帅感受到最重要的东西破碎了 而为了吸引妈妈的关注 小帅开始自学知识创建了网站 他希望自己发布的科学小玩意能被妈妈注意 而由于小帅具有独创性 他也很快创造出了一个倒流中 他幻想着破碎的家庭有朝一日能团聚 可这一切的努力都是徒劳 平庸的网站根本不会吸引太多注意 于是小帅开始拿小动物出气 并且在网站上发布了虐待动物的图片 可没想到竟在网上得到了一篇好评 这让他有了重新找回妈妈的力量 可却不知自己的内心已被扭曲 在一场偶然间 他发现科学发明竞赛的裁判 恰好就是自己妈妈的导师 如果自己的作品被导师认可 那早晚也会传进妈妈的耳中 这么一想小帅也不禁沾沾自喜 然而他带着防盗钱包找到 幽子申请参赛时却被拒绝 幽子怀疑他是折磨小动物 不过幽子并没有明白他所说的破碎 但还是找校长把作品提交了上去 就这样小帅最终如愿地在比赛中获得了大奖 可小帅在看到报纸上关于自己得奖的消息时 他却并没有感到高兴 只因一个未成年谋杀亲人的新闻热度超越了自己 人们也对自己得奖的事并不在乎 那妈妈自然也不会注意到他的成就 但凶杀的消息也给了他灵感 小帅认为只有杀人才会引起公众的注意 而为了能够吸引妈妈 他也决定铤而走险 很快小帅找来了另一位同学阿伟 阿伟与失去家庭的小帅不同 他从小到大都被妈妈宠爱过度 导致他性格软弱在学校总是被人欺负 老师还经常因他违反纪律加以惩罚 这也让阿伟的心灵蒙上了一层阴影 而小帅也正是在他本子上看到了写满去死两个字 所以才打算邀请他一起行动 作为从小到大被欺负的阿伟来说 能突然遇到了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 这种兴奋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 于是两人一拍即合 也打算用防盗钱包来一场恶作剧 但阿伟并没有意识到 一款简单的钱包尽量成了命案 在事件发生后老师找到小帅质问时 小帅满不在乎地说出自己的犯罪动机 并且还说出了一个让幽子更加震撼的事实 原来钱包里的低电压电流并不足以致命 真正杀害女儿的真凶实际却是阿伟 阿伟由于偏执与多疑 他忽然意识到小帅根本就是拿自己当工具 也无法忍受自己被小帅嫌弃 而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懦夫 于是他把刚醒来的老师女儿丢入水中 就这样一条无辜的生命因此化作了句号 但对阿伟来说却无比光荣 因为连小帅没有做到的事情 却被自己轻而易举地做到了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 尽管自己未成年可以不受惩罚 也依旧逃脱不了老师丧女之痛的报复 幽子觉得引导学生走上正途是身为老师的责任 他的做法更是要让学生们明白生命是多么的重要 也要让两人明白他们是怎样罪恶 接着他向全班宣布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 那就是他在两名学生的牛奶投了艾滋病毒 病毒也正是来自他前夫的血 幽子的话刚说完 学生们顿时乱作一团 两个学生顿时有种小兔的感觉 小帅则捂着嘴巴急匆匆地跑进了洗手间 随后幽子在黑板上抹去了命子 这也是他给学生们上的最后一堂课 但真正的复仇才刚刚开始 学生们度过了一个短暂的寒假之后 迎来了新学期 也迎来了新的班主任 同学们对阿伟没来上课并未感到意外 但却对出现在教室的小帅却很是惊讶 小帅即便被大家当作谋杀凶手 即便感染了是被不可救药的艾滋病 他却还是一如既往地用高傲来掩盖内心的脆弱 一开始他只还是被身边的同学冷落 可这天同学们收到一条短信 也将这种互不干涉的平衡完全破坏 短信的内容是欺负小帅的游戏 只要谁欺负小帅越狠 那就可以获得更高的分数 可小帅遭受攻击却从不还手 他默默选择忍气吞声 然而他越不反抗 同学们就越来越积极参与 只有班长小美对此无动于衷 但接下来的事情就由不得他了 这天班主任收到了匿名举报 他得知了小帅总是被其他同学欺负 可班主任却认为同学做这样的欺凌行为 只是因为大家羡慕嫉妒小帅的好成绩 毫无疑问这种解释也让事情火上浇油 同学们和小帅之间的矛盾也愈演愈烈 大家也开始怀疑那个告密的人是小美 小美就这样被他们推倒在地 这次要让他也一起体验下小帅的感受 他们把小美的所作所为归咎于袒护凶手 大家都以为自己散发着正义感 而现在却都变成了残忍的施暴者 接着同学们开始按住两人的头迫使他们亲吻 只为了惩罚让两人都染上艾滋 但是学生们却并没有意识到 那个使他们冲突激化的短信 正是他们的前任班主任优子发的 放学后小帅把小美约了出来 随后将自己的检验报告交给了小美 而让小美没想到的是 原来小帅并没有感染艾滋 其实优子的做法小美早就预料 因为他一直认为优子不会这么多 肯定只是要他们好好反思一下 然而这种结果却让小帅很是失望 事实上他那天捂着从教室里跑出来的时候并非呕吐 反而是在洗手间里癫狂肆虑地笑了起来 因为他巴不得自己得上绝症 这样就能有个理由让妈妈来看自己了 而他之所以要把结果告诉小美 只是为了让他不要因为害怕病毒而受到伤害 小美也因此迷恋上了小帅 但这也成为了他未来悲剧的根源 小帅此刻殊不知 这个看似天真又善良的姑娘 她不是别人 正是当时抢走了自己头条的行凶者 第二天两人在上学时 却只见学生们用他们的亲密照嘲笑小美 小帅能忍受别人对自己的羞辱 但却无法认容别人伤害自己喜欢的人 接着她划破手指用血擦在同学的脸上 并且警告他们 如果有人敢敢再欺悟小美 自己就会毫不犹豫地亲吻她 这时另一边的阿伟却整天荒度光阴 他每天都锁在自己的卧室里不让妈妈接近 并且他弄脏的东西也不准去碰 他执着地想要把一切都擦干净 但无论自己身上再脏再臭他也不行 在妈妈眼里儿子是一个很乖的孩子 现在却让自己伤心欲绝 幸运的是新班主任很热心 他知道阿伟因心病问题旷课后 于是就计划让学生们共同书写加油词 然后再和班长一同去探望 但老师完全不知道 学生们实际很不甘心 最终老师带着那些甜言蜜语来到阿伟家 阿伟妈妈也不得不佩服他的责任心 他心想幽子老师要是有这样的责任心就好了 那儿子绝对不会有什么心病了 可他却不知道自己的儿子感染了病毒 他也并不知道这次老师家访的目的 事实上在案发后幽子也有来过家访 但妈妈却依旧护着阿伟 一口咬定是儿子受了小帅的蛊惑才这样做的 他认为儿子也是一个可怜的孩子 在夜晚趁着阿伟睡着时 妈妈会偷偷用剪刀把他的头发剪成了短发 然后为他洗刷污垢 可没过一会后 妈妈就被儿子凄厉的哭声给吵醒了 他独自一人站在门前不明白为什么 而阿伟之所以不洗澡不理发 是因为只有那股恶臭才能告诉他自己还活着 妈妈还天真以为儿子的心病 只是对死者的怜悯同情罢了 直到他不经意的抬头间 才注意到同学写在墙壁上的加油话语 妈妈终于恍然大悟 上面那几个字赫然写的竟是杀人凶手四个字 妈妈顿时像一只受惊的野兽般歇斯底里尖叫 他无法相信这是真的 在儿子亲自说出事实后他才接受现实 这一瞬间他像是失去了所有的力气 一屁股跌坐在了地上 往后妈妈也拒绝了老师的家访 但班主任就算被拒绝了 还想对着屋内的阿伟高喊加油 然而老师却不知自己的每次探望和鼓励 都会让阿伟回想起犯下的罪行 这也变成了压垮阿伟的最后一根稻草 而妈妈也终于明白儿子再也不能健康成长了 他无法接受自己的教育失败 最终下定决心要带着儿子一起离开世界 可到最后他终究还是下不了手 却反倒被精神失控的儿子夺走了生命 妈妈估计到死都想不到 自己的儿子也正暗藏着幽子的抱负 原来幽子充分调动了新班主任的积极性 刻意嘱咐让他别放弃每一个学生 这也是为什么班主任会坚持上门家访的原因 最后一步步将阿伟逼入绝境 看着这一悲剧的电视报道 小帅有点不敢相信 妈妈的事大好き 他 小美清楚小帅对妈妈的遗期一直怀恨在心 也明白他甚至不敢去看母亲 然而小美却不知说出的这番心里话 也彻底地让小帅抱走了 小帅最不喜欢的就是自己内心脆弱的一面被揭露 为了隐藏他可以变得冷血无情 可以冷血地将自己的爱情封存进冰箱 而不久后的一天 小帅也终于看见妈妈在网上发来的留言 妈妈表示想约他见面 而小帅也早就颇不及待想见妈妈了 就在他满心期待地进入妈妈的办公室时 结果妈妈却并没有出现 只在桌子上找到妈妈和其他陌生男人的合影 小帅从妈妈同事的口中才得知 原来妈妈早已改嫁生子 这也让小帅深信妈妈一定将自己遗忘了 那自己的存在就没有了任何的意义 最终小帅决定孤注一掷大干一场 以惊人的行动证明自己的价值 随后他把自己的计划录了下来上传到了网上 他希望妈妈能见证这一壮举 而这个计划就是在明天演讲时炸掉学校 他企图带上那些无辜的学生一起死 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他的演说题目竟然是有关珍惜生命的文章 因为他的文章在竞赛中得了第一名 接着小帅如愿地按下了炸弹的开关 可令他感到疑惑的是 演讲台上的炸弹却并没有引爆 小帅赶紧拉开抽屉一看 只见安置好的炸弹已经消失不见 正当小帅因精心策划的计划落空而难过时 这时却收到一通神秘来电 而电话的另一端 也正是一直在幕后操纵着一切的幽子 拆掉一颗简单的炸弹 对于幽子而言是件很容易的事 原来他提早就关注到了小帅发在网上的计划 所以才避免了这场更大惨剧的发生 而所有的真相也在这一刻揭晓 原来之前妈妈那条留言的发送者实际是幽子 幽子很想看看小帅究竟有多执着妈妈的爱 很快他就发现了小帅的软肋 想让妈妈回过头来看看自己 既然小帅如此不在乎生命 幽子就想到了另一种狠毒的方法来惩罚他 接着幽子对小帅说 我已经把你所有的罪行告诉了你妈妈 而你的妈妈也并没有忘记你 至于那个毁灭能一切的炸弹 我已替你把它转交给了你心爱的妈妈那里 但愿刚才的你不要按下引爆开关 小帅听完后彻底绝望了 此刻他仿佛再次看到了妈妈 但这次妈妈却已经被自己毁灭 他的身体包裹着火焰 小帅多么想重新找回那份被人遗忘的关爱 然而发生的一切已经无法改变 那根炸弹最终引爆 一切恩恩怨怨都烟消云散 而留下的只有小帅的痛彻心扉及无限悔恨 就在这时幽子走了过来 一把揪住了他的头发 幽子眼神冰冷而坚毅地告诉他 就这样他完成了复仇 喜欢视频请点赞 关注我 下期更精彩